但我講真的啦 郭台銘現在的問題就是說 我們本來講說他宣布參選才會消瘋 就沒想到現在已經開始慢慢在消瘋了 郭台銘有弦外之音喔 本來大家以為是 他說過去就讓他過去 意思是說我們現在來好好談整個 好好來談團結 我覺得不是耶 郭台銘現在比較像 比較像這個台灣方唐靖 就是說你看一下 我跳進來啊 我又出來啊 我一下要選我又不選啊 然後現在要不要選 你要不要連署 大家都不知道 所以呢根本喔 三隻小豬 他用這樣的比喻根本比不上 我覺得他比較像三道猴子 郭台銘回到發肌廟板橋慈會公參拜開獎 隨後趕往板橋伏岸宮上香參拜 一天三場都在新北板橋廟宇 似乎在跟侯友宜搶地盤 只是備戰2024 郭董日前裁約柯侯喝咖啡談合作 又批他們不團結 郭董這邊有沒有什麼方法跟時程 去整合這些 你的其他的豬隊友們 我不會任何的職位 大家說叫我跟我你來做立法院長 我說我就不是要來做館的 我要大家服務 郭董市長說的我沒什麼意見 郭董我的歌詞時間去跟郭董來拜訪 不讓郭董採自家大本營 匯友宜同一天到新北三重先色公參拜別苗頭 另一方面郭台銘的團結聲聲喚 柯文哲不領情 直言郭柯佩不可能 自己要選到底他會贏的話 那他就選到底 我們不會逼他 只是說大家要事事物者為俊傑 事事物者為俊傑是在逼你嗎 這就是郭台銘喝咖啡嗎 所有郭台銘問題通通不回應 只是柯文哲硬邀看球 陪同的恰好是挺郭派議長謝點玲 兩人球場上有說有笑是否也幫牽線喝個咖啡 能不能合作那就是既然是聽甜蜜 中間人不好再多說相較郭台銘主動出擊 柯文哲已不變應萬變 而且似乎只能交給時間 三類新聞 中華報導 郭台銘都說他這次不當大哥要當小弟 都還沒有人要聽他的話 怎麼會是一傳哥 郭台銘宣誓說不阻擋 左批好友誼 右批柯文哲 背離主流民意不聽他的話 郭台銘生氣氣了 郭台銘也怪怪的 問他說大家是三兄弟 什麼朱大哥他是朱小弟 因為他知道朱小弟是最勤奮的 朱大哥有茅草無氣 所以他說他是朱小弟 好 然後他又說要接大家喝咖啡 豬不可以喝咖啡 豬喝咖啡會流浪 這不是重點好不好 這不是重點 好 因為最近咖啡很紅 但是傅昆琪就說 這三個真的是豬頭三兄弟 豬頭三兄弟 然後館長說 不然我把你們擠 你三個 合一組 要不然我把你們擠好嗎 全部人都希望他們合在一起 那郭台銘就是在後面喊說 沒關係 你們不要我 沒關係 反正你們也選不上 然後侯友宇跟柯文哲心在想說 你是最賣的名字 我們兩個要挾到 你看 不要一直哀哀 別吵 別吵 郭台銘就說 你不要吵我 就像那種小朋友 小朋友吵架 然後就說你不理我 那我們不要跟他好 我們不要理他 這很幼稚 真的很幼稚 那現在對郭台銘來說 他說他沒有要著動 他沒有著動就會有人離開了 他沒有著動就會有人離開 然後慢慢的郭台銘的聲勢 你說那些地方派系就會離開了 他沒有著動就沒有部分區立委 如果有著動才有部分區立委 你沒有著動 沒有著動就你一個郭台銘在選 我們整個人是在爭下的 這些地方派系 他們沒有一個共同的共識 叫做要下架民進黨 這些地方派的大家合作 挺郭台銘 他們的邏輯裡頭沒有要下架民進黨 因為這些人是沒有政黨觀念 地方派系沒有什麼政黨觀念 所以郭台銘話說沒有著動 我相信很多人就會開始慢慢的跑了 所以這一個情勢現在看起來 郭台銘在哪裡宣布參選 我覺得他最後出來的那個陣仗 那地方派系陣仗 我覺得會越來越弱 可能張榮輝那一天 辦的那個雲雲的 應該已經是最高點了 就是再也不會有新同學 加入郭台銘的這一個陣 沒有我覺得他那個聲勢已經沒有 而且他要找人家喝咖啡 那兩個 侯友會說什麼 侯友會說我去他們樓下擔三桌 不得其門而入 你也像侯友你真的很像吃漢 大人大政 然後你要做個市長的 要用郭台銘說我沒有帶他門口 給他等 給他等 那種很像那種阿滴亞在幫派 在看那個那個 他等的那個人在不在 做一個市長選總統 沒有這樣 沒那個去跟他等的 然後接下來 侯友一下子講郭董 一下子講郭台銘 然後有時候說我會去拜訪這個郭董 看看他有什麼高見 這句話很酸 我會去再約一下 看一下郭董 看他有什麼高見 意思是說好 你有意見你跟我講 你有沒有跟我講 就完全不把那個郭台銘放在眼裡 但是郭台銘現在這樣 他就是很像賣房子的做狀況 就是說你沒有買賣 你多出二十萬耶 公司說今天中午一定要決定 不然就要簽給他 拜託你趕快問你太太一下 問你小孩一下 這個不趕快來買來不及來不及這樣 基本就沒去做人 大家都像郭台銘他是造業不出身的 那種價格高來高去的那一種 郭台銘很慰言 但是我現在看起來 這傅崑奇的說法叫豬頭三兄弟 真的是很豬頭 好 那要請教一下范教授 因為你看喔 那郭台銘現在就說 口渴兩個人把我當敵人 不敢打賴清德 我覺得是大家三個人合作 真的是沒機會了嗎 那大家說今天民調看起來是 好像藍白 是不是要棄保也沒什麼機會 那再加入一個郭台銘 現在看起來難道這三隻小豬 要玩什麼樣的戲呢 這個郭台銘變來變去 說要請大家喝和解大咖啡 對不對 找柯文哲找侯友宜 又罵他們兩個破罵一頓 說你們都不團結 你們都是自有政黨利益 你們都不會 大家不會捐氣成建共同團結 我常常覺得郭台銘 在說別人說你自己也差不多 而且你是民調第四名的 你是最應該退的人 柯文哲跟侯友宜 都有資格叫你退 因為你民調以後你是調車尾 所以為什麼會變來變去 就是老凡店 老凡店我去查 教育部台灣閩南語常用詞字典 什麼意思 年老而言行反覆無常 這是透過教育部的字典 郭台銘現在是老凡店 變來變去 要喝和解咖啡 又把要喝咖啡的人 痛罵一頓 那你到底要幹嘛 而且我覺得他很奇怪 他說我就是台灣現在缺蛋缺肉 我搞不懂我們現在台灣哪時候缺蛋 現在蛋價一直往下掉對不對 大家蛋都太多了對不對 之前的事情你活在過去的世界 然後他說你看賴清德怎麼 還有35到40%的支持度 我就是想不懂 我覺得郭台銘你想不懂的東西 太多了 賴清德已經不只40了 已經是到43%了 所以我就覺得郭台銘 他當然他是一個很成功的卸家 他經商沒有問題 可是你從政 真的我不需要講 他是有高度的幼稚病 他根本他叫什麼主流民意大聯盟 可是你真的瞭解主流民意嗎 你不懂 你活在你自己的世界裡 今天主流民意對不對 就是要反共反中 捍衛我們台灣的主權 我們台灣的民主自由 這是最主流的民意 可是你不是 你每天拿到和平宣言 要去跟到處都在兜售 這個不是台灣人的主流民意 所以我覺得他以為他自己 站在主流民意的那一邊 事實上他並不是 如果今天你在主流民意 你不可能你的支持度這麼差 我們看到最新的民意 台灣民意的機會 你的民調來講 已經是比侯友宜更差的情況 大家會覺得說 你到底你身在哪一邊 當然我們看到就是說 昨天這場活動 為什麼侯友宜 大家會覺得到虛聲 第一個你遲到 你昨天遲到 結果主辦單位還說 我們先請這個 我們這個侯友宜的代表來發言 代表發言 結果是誰來 尤玉蘭 這是尤玉蘭來幫他講 結果一半來說 我們的總統來了 難怪大家覺得說 為什麼其他三個候選人 都沒有遲到 大家在那邊等 主要雨很大 我還以為辦不了 結果你竟然你侯友宜遲到 你敢遲到 然後他講的話 大家都覺得沒有內容 然後另外就是不要我們昨天的場是因為 大家有公平的路權 安全的走路 大家不要忘記 前一天禮拜五 新北市中和區 就一個公車不幸 創死了一位行人 就在活動前一天 我問你 你和我為了這個事情道歉 你是新北市長 好 然後你遲到 你有沒有道歉 你也沒有 再來就是 昨天在辦這個活動的同時 下大雨 結果造成三峽的老街 三峽的北大特區淹大水 台北大學全部淹大 淹到膝蓋 我問你 你後期有沒有道歉 那表示什麼 你一邊你新北市在淹大水 結果你還跑去參加這個所謂的 這個路權相關的這個 相關的活動 大家覺得你分身法術嘛 你到底要選總統 還是想新北市長 你兩個都做不好 但我覺得很奇怪 三隻小豬昨天感情也不是太好 都錯身而過 沒有什麼交集 對 錯身而過 而且你可以看到 昨天柯文哲 郭台銘快閃 來千萬名 因為講話只有五分鐘 講話他們是說 每個人大概只有三分鐘 三分鐘講完就走了 然後也沒有 只有柯文哲跟柯文哲 沒有跟著群眾走 而且柯文哲是別人幫他拿雨傘 賴清德是自己拿雨傘 而且賴清德怎麼樣 他參加了整個的遊戲 OK 我們再看到 最後就是簽名 他們有簽名 柯 侯跟柯牽在一起 郭旁邊沒人 侯跟柯 侯牽在柯旁邊 賴牽在侯旁邊 只有郭台銘一個人在左下角 他一個人讀書一格 沒人跟他在一起 他自己也沒人跟他站在一起 其實我覺得 郭台銘最近的這些做法 的確讓大家覺得說 你到底要不要繼續選下去 我覺得侯的聲勢不斷的下滑 就是因為你新北市長做不好 這麼多的災情 我們看到昨天的淹水的災情 這麼嚴重 然後再上你自己禮拜六的時候 發生這個公車不幸撞死人的事情 那表示你新北市行人的安全 你都顧不到 你有什麼資格去參加 昨天舉行的所謂的大遊行 大家覺得你應該先把 你新北市的交通顧好 我們看到昨天在致詞的時候 三四個人裡面 侯友宜就說 我們下車就是行人 廢話 誰下車不是行人 郭台銘就說 我這兩年發生 差點我有親身經驗 走路不安全 克文哲就說 你看養得大刀的 這個交通是我弄好的 全部都回過過去 或講個人經驗 只有一個人有提出證件 就是賴清德 也就是說我們要先針對 600個有危險 高度危險的入口 先進行管理 我覺得他的目標很清楚 我們就全國這麼多入口 但是我先找600個 另外怎麼樣通過 道路交通安全基本法 中央跟地方共同合作 我覺得賴清德是唯一 提出具體證件的 郭台銘非常真性情 還是大老闆就是這樣 我們請教他常作委員 要柯文哲 事實為俊傑 如果選的贏的話 我就不逼你 人家不是實在說 很擔心併購嗎 柯文哲就算民調下來了 但我還是贏你 這樣逼得成嗎 就四十五者為俊傑 這句感覺怎麼樣都是 第二名對第四名講的話 比較不太像第四名對第二名 因為不管二或三 現在二三之間常常會換人 對不對 不管是柯文哲或侯友宜 但從來沒有換成郭台銘過 所以最不是實物的 就是那一個還在最後 你明明就 你民調從來沒有到三 也更不用說到二 那你還一直在那邊吵 看起來就是你 所以我其實這幾天一直在想說 那其實正常的判斷都會是 反正你現在就直接說 誰第二我就支持誰 這就是最像是要團結的人 對不對 你一直叫大家團結 最像要團結的人 應該是老是說 只要誰是第二我就挺他 我後來覺得 但是現在他如果直接退 他就什麼都沒有換到 簡單講 我覺得他會一直玩到 連署玩了以後 他用他把那些連署的票 因為現在門檻是多少 28萬多 你覺得他有可能只連署28萬多嗎 那那些立委還要等他給他錢 捐他錢給他去選機 我跟你講他一定是叫這些立委 把名單拿出來 因為過去已經操作過 全國性的公投多少了 你看那時候搞罷免搞公投 都是拿名單出來操的 你覺得他當然會去擺攤 我覺得他我後來想通 他一定會連署 原因就是因為他如果連署 我辦法湊到一百萬人的名單 他到時候拿來支持第二名的人的時候 他就是說這一百萬人是我的 所以他現在被人家覺得 他做五本生意 用話的 好像他說我來幫你買房子 但是我其實沒有房子 我就講一個假的東西 我好像有權狀 那權狀真的還假的也不知道 接著我蓋一間 一百萬人連署的房子 你也看我帶你來看房子 真正我愛的 事實上那一百萬人會不會是他的 我覺得大家都知道 過去幾次全國性的公投 或是各地的罷免 是怎麼連署來的 他現在幾個立委 還等著他捐錢的這些立委 會不會把當初的這些名單交給他 讓他去 所以我告訴你 他一定遠超過28萬多 他一定要想辦法弄出一個 看起來我有百萬人 那你要我百萬人 郭台銘來支持 你要用幾個部分去跟我換 還是你未來要讓我再 你如果栓贏要用什麼 所以我後來想通 郭董為什麼他一定會玩到連署完 因為這樣他才有本 現在大家都說你是第四名 你那個海市聖樓 你又沒有房子 你又拿來跟我 但我覺得他會不會像國民黨在叫牌 因為現在不是有消息說 他可能九月會回國民黨嗎 那他又說他不阻擋 他連署完之後 百萬連署之後 給國民黨看說 你看我老家住在這裡 對 我覺得你叫我回來 你現在欠我一百萬票 我給你一百萬票 這一百萬票我給你的 所以你要什麼給我 我覺得因為現在他每一個過程裡面 都讓他看破卡手 民調也低 然後看起來第二名第三名也不理他 所以我覺得到後來 大家不會吃他這一招的原因在於 他看起來沒有一百萬的身價 大家這些國民黨 他們當初去曾經超過名單的人 心裡都知道所以那名單是假的 任何一個人要出來 搞一個全國性的公投 我現在都有名單 你現在這個人說你多厲害 多厲害 你如果中間郭台銘到哪裡去造勢 人後面都是一大堆人 然後他講什麼話看起來都非常的很旺 而不是現在第二名也不鳥他 第三名也不鳥他 還有人說三個豬頭 還有人說這個有的沒有 所以我覺得他應該會連署 然後做出一個 好像有很多人挺他的樣子 再拿來換 然後我回來 我一定要再講另外一個柯文哲 柯文哲他之前講說 不能跟這些國民黨的合得說 他講什麼 他說這個理念價值不同 運動在一起 支持者也不會同意 你看他是不是想要講什麼 他想要講理念價值的時候 講理念價值 想要找選舉的 講選舉的這個算計 就講選舉算計 你說你支持許巧新 支持羅志強的時候 你也講說是因為你們理念價值相同 就問一下 許巧新跟侯友宜 或是羅志強跟郭台銘 哪裡理念價值不同 為什麼你跟郭台銘跟侯友宜不能合 你其實就是因為你自己想選 為什麼你要支持許巧新 就是因為那邊的人 那兩個人可以運作跟你之間沒來遠去 他都講理念價值 他說好像說我不跟侯友合 我不跟郭台銘合 都是因為理念價值不同 但是我挺許巧新 挺羅志強 是因為理念價值同 你就講個聽 那兩個比較極端的人 跟這兩個看起來 現在講話反而沒那麼極端的 你到底是跟誰比較同 所以我要講就是 他們現在藍白到現在 合或不合全部都在算 然後也沒有真正進入一種 到底我們要怎麼樣選舉才會贏 或是真正理念都沒有啦 都是自己怎樣比較對啦 就是柯文哲他現在講的任何話 就是他怎麼樣才可以選下去 郭台銘他現在講的話就是 我要怎麼樣到最後換的時候 看起來我不是一個沒人鳥我的人 所以我要連署出一個好多人 憑我來換 然後侯友宜努力 你要被換掉 對 侯友宜他就是繼續在那邊說 看你們這樣弄來弄去 反正我不要做事 我民調就會比較高 所以我都不要講話不要做 所以他們三個的任何 其實算計也算自己 理念價值根本不用說根本沒有 普通姐 郭台銘連署 譬如說我幫郭台銘連署 10萬分對不對 我應該先交1萬出去 因為我怕他到要落跑你知道嗎 落跑我10萬都給他 我就沒在笑 我唱9萬起來 你叫我先交1萬 你確定要去登記 我火車整個關把你載去 不然你到時候 我把你連署10萬 交了以後你說 嘿 我不想算 他請我要把這個名單 拿去給侯友宜 哇 這個要幫他連署 這個地方派你都要怕死 所以地方派的你們要注意 你不賺一次連署10萬 我真的要給他 他到時候把你拚告 你到時候 那名單都送上去的時候 你有夠衰 所以請教他敬言 真的會這樣子嗎 你看傅崑奇就喊話說 豬頭三兄弟 將會保送賴清德 但我覺得傅崑奇 之前不是也是跟侯友宜 不是很好嗎 到底傅崑奇 有什麼樣的盤算呢 最後是覺得 哎呀 侯友宜 你算了吧 你最後還是讓郭台銘上去嗎 是這個意思嗎 侯崑奇過去的這個言論 還有沒有其他居心 我覺得大家這個 內心自己 你小心喔 自由 你小心喔 最後只是要黨籍而已 有啊 傅崑奇不是黨主席 也不是總統候選人 應該沒事 那這個 郭台銘講說什麼 他跟柯文哲說什麼 選得贏就不逼你 哎 拜託 啊你咧 你選得贏嗎 對不對 還說什麼 視食物者為俊傑 應該要視食物者為俊傑 我覺得應該是郭台銘才對 他那天拿那個什麼 三隻小豬的比喻來講 我覺得他真的搞不清我狀況 三隻小豬這個故事 他其實講的是情分 不是團結 那你知道為什麼他拿這個說來講嗎 他的團結就是說 團結在我之下嘛 他那天講 他意思就是要請君入瓶 哎 你柯文哲跟侯友宜 拜託再來跟我談 好像想要再重新搞一次 類似初選的概念 所以第一時間你看 柯文哲是 柯跟侯都看穿他在幹嘛 所以完全不鳥他 柯不理他 柯文哲直接嚇到不理他 侯友宜我覺得很聰明 這是回應很聰明 侯友宜直接講說 我去過三次了 我這一次應該要再主動登門拜訪 為什麼他這樣子講 馬上要看得出來 郭台銘在想什麼 隔天他馬上翻臉 天啊我講一講的 要叫你們兩個來 結果沒想到 侯友宜你居然還真的主動說要來 所以隔天他自己翻臉不認人 所以這證明了什麼 郭台銘的人設 就是一個說話不算話的人 就是這麼簡單 那所以說 他找大家來喝咖啡 第一他是希望說 拜託讓大哥做四年 兩位讓大哥做四年 第二個如果大家不來的話 他就可以藉此轉移焦點 就變成說 不團結是你們兩個不來 不是我不願意整合再也 是因為你們兩個不來 他想要藉此去轉移焦點 去增加他的正當性 但我講真的 郭台銘現在的問題 就是說我們本來講說 他宣布參選才會消瘋 結果沒想到現在已經開始 慢慢在消瘋了 你說他連署 他連署一定會過 有100萬我覺得也沒有問題 為什麼 因為民進黨也會幫他連署 拜託趕快參選吧 賴清德就躺著選了 所以拿這個名單 就換給侯友宜幹嘛 侯友宜看了也不敢用 對不對 講真的是這個樣子 所以我覺得 根本不要擔心這件事情 然後他那天在講什麼 過去就讓他過去 我覺得郭台銘有弦外之音 本來大家以為是 他說過去就讓他過去 意思是說 我們現在來好好談整個 好好來談團結 我覺得不是 郭台銘講說 過去就讓他過去 他這邊講說 五月十七 我在臉書上發了 對不對 我會信守承諾 全力協助支持侯友宜 過去就讓他過去 他不想要再談這件事情 所以我覺得 郭台銘現在比較像 比較像這個 台灣方唐進 就是說你看 一下我跳進來 我要出來 我一下要選 我又不選 然後現在要不要選 要不要連署大家都不知道 所以根本三隻小豬 他用這樣的比喻 根本比不上 我覺得他比較像三道猴子 所以那個 小敬人最近開始政治正確了 努力 侯友也要加油 大家請教東豪哥